老闆娘早点来讲 猪肉白菜炖粉条 然后直播先买的 有没有加木薯粉 不是 我老家带来的 是你要吃粉条还是你妈吃粉条 我们两人都想吃 烧油锅开水 把粉条把它烫软 粉条加开水 泡20分钟 猪肉煮粉条的配料 五花肉 白菜 菜叶跟菜梗分开切 蒜头姜 小米辣 花椒 八椒 还有葱段 起锅 烧油 把五花肉炒至金黄 炒爆炒爆 蒜头姜 八椒 花椒 老婆自家种的 小米辣 炒出香味 来一小块重庆的火锅底溜 白菜骨 先炒一炒 炒能熬 白菜叶 放炒两下加水 水量要没过食材 你看粉会吸水 调味酱油 蚝油 鸡精 盐 粉条下 中小火10分钟 你要浪一点还是扔一点 转一点 转一点 12分钟 猪肉粉条让它慢慢润 来弄一点 朝上人爱吃的粉条 筋勾翅 拿来煎大 之前还说是粉丝 先把鱼翅放到清汤里面 加点鱼露 胡椒粉 煮开后转小火让它泡10分钟 来点小葱葱 出锅 有猪有肉有粉还有铁 还有鱼翅 拉到 煮熟的鱼翅倒出来控一下水 再打4个笨蛋 薄盐 胡椒粉 快速把它打散 再把鱼翅放进去 起锅烧油 鱼翅煎蛋 如果喜欢吃再香一点的话 可以加一点葱 一起酒磅 我家小孩不吃葱 所以我就不加了 煎到一面金黄 放另一面 两面金黄即可 鱼翅煎蛋 这道菜我老妈很喜欢吃 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这种粉条 也可以试试看 下期再见 拜拜